1月21日 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和洛杉矶彼华丽山市会议与旅游局主办的 欢乐春节魅力北京大型综艺晚会 在洛杉矶彼华丽山市塞班大剧院拉开帷幕 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 共同举办这个欢乐春节魅力北京的活动 这个活动越来越受当地的观众欢迎 影响越来越大 我们很高兴 今天晚上的活动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个非遗的展示 有我们的剪纸艺术家 还有我们的书法家 给大家做相应的展示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演出 这个演出是综合的一个节目 包括杂技 包括北京的京剧 还有是明月的舞蹈 明月和舞蹈这两种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文化的一个小的展览 就是介绍春节和中国人怎么样过春节的 我是希望他能够对中美文化的交流 做出他的贡献 因为现在就是中美之间的各方面的往来非常多 包括就是文化方面的 还有经济方面的 还有旅游方面的 那么我们都抱有期望 希望他在他的任期内 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总领事刘健及夫人 文化参赞古今 文化领事王景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 当地的政府官员 华裔民选官员 以及各界嘉宾出席了晚会的活动 我认为我们的节目 我认为我们的节目 每次我们有这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北京的节目 我们在北京的节目 和不同的节目 和前面的节目 还有他们也带来 是一部分的VIP召集 藝術、古典藝術、试试 从北京也从北京 展示了中国的中国文化的传统 《魅力北京》通过介绍春节文化、生肖文化 剪纸记忆和中国书法记忆 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项目 让美国朋友和华人华侨实实在在感受了一把精味的春节气氛 这是我们比华丽山第三年举办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这是一次真正的华阳融合的盛会 有我们北京演艺集团的非常精彩的节目 还有我们当地的比华丽山市的各界人士 华阳人士一起共襄盛举 祝大家今年大吉万事如意 综艺晚会由北京演艺集团承办 突出了中国民俗、北京特色、国际元素 汇翠中国杂技、民乐、京剧、舞蹈等代表性作品 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舞台艺术独特的魅力 是这样我们从中国带来就是关于咱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春节的有关的习俗 我把这个春节的文化介绍给咱们美国的人 然后也介绍给咱们在美国的咱们就是在美国的咱们中国同胞吧 那么我们把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就是带过来 我们的想法就是跟咱们的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欢庆这么一个传统的节日 让我们就是欢欢乐乐的度过每一天度过每一年 让我们的就是友谊长存 由中国杂技团、北京歌剧舞剧院、北京民族乐团和风雷京剧团实力派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 为洛杉矶笔划丽山市市民和华人华侨带来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高艺术水准的表演 美国新闻树地洛杉矶报道